Kamma推出了一個全新的功能 現在我們可以給在Kamma裡面做好的文檔 快速加入頁碼了 這期影片我會告訴你 如果在電腦端還有手機端上去使用這個功能 Hi,我是Grayson 這頻道就要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營 流量變現 一直網絡出現內容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需要記得要對用頻道 那Kamma這個頁碼功能 你是可以使用在任何的Kamma文檔裡面的 除了這個文件格式 那比如說我創建一個簡報 那這邊我就導入了我的簡報文檔了 想要去加入頁碼可以選這個文字選項 然後你可以看到動態文字選項裡面有一個頁數 那就可以看到在右下角就生成了這個頁碼了 那每一頁都是有的 那我可以選擇這個頁碼 你就可以看到能夠調節出它的一些屬性 比如說格式 有三種格式 僅限數字是這個格式 然後第二種格式就是 D加數字加頁 比如說第一頁 或者是第幾頁 然後總共幾頁 比如說第一頁 共25頁 就是這樣的格式 也可以選擇顯示頁碼位置 你可以單獨選擇幾頁 或者是選擇全部頁面 然後你可以選擇套用至所有頁面 那現在就選擇了套用至所有頁面了 那就可以看到 這些頁面都是有的 那除了改變這樣的格式之外 你還可以調整一下這個頁面它的字型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字體 然後呢可以把它變大 或者是調節它的顏色 都是可以的 那現在呢我們是調節了單獨的這個頁面 它的頁碼字型 還有它的顏色 其他這些頁面呢是沒有調節的 如果說你要調節所有頁面這些格式 你需要選這個頁面 然後選擇套用屬性這所有頁面 那接下來你可以看到 這些頁面它的頁碼都是這個格式了 那你也是能夠去拖動它的位置 去改變它的位置的 比如說放到這邊 那如果說想讓全部頁面的頁碼都這個位置 就選擇它 然後套用至所有頁面 那所有頁面呢它的頁碼都會是這個位置了 而且呢如果刪除了其中頁面 那麼頁數會自動調整的 比如說刪除掉這個頁面 那你可以看到 總共就變成了24頁了 剛才是25頁 又或者是呢我可以選擇隱藏 我選這三個點標誌 然後呢隱藏頁 你就可以看到 這個頁碼就消失了 然後呢頁數也減少了 變成了24頁 然後你可以選擇重新碼打開 取消隱藏 那就可以看到 又恢復成了第5頁 然後總共是25頁了 那現在呢我就打開了手機端的CAMBA了 我打開了一個簡報的文檔 然後呢想去加入頁碼的話 需要選擇文字 選擇這個動態文字 找到這個頁數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 它就增加了頁碼了 想要去編輯頁碼屬性 需要點擊這個頁碼 然後呢選擇編輯 這邊呢就可以調節它的格式了 三種格式都是有的 然後呢顯示頁碼的位置 以及呢下面是 套用屬性之所有頁面 以及呢移除所有頁數 選擇頁碼之後 也是能夠更改它的字型的 選這個向上的箭頭 你可以查看到所有的字型 以及呢更改文字樣式 還有呢你可以更改它的顏色 選擇向上檢討 就可以查找所有的顏色了 你可以透過影片下方鏈接 去開始使用Canva 我想了解更多關於Canva使用的教程 你可以點贊播放列表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都有你的幫助 喜歡這部影片 點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來這裡更多關於Canva內容 追蹤IG 能夠和很多跟著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